歡迎回來新聞現場 菲律賓呂宋島在今天發生規模七的強震 目前已經造成了五個人死亡 六十四人受傷 至少一百七十三棟建築物損毀 還有五十八處攤坊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也為此發表談話 跑著以地震深度只有十公里 所以造成了好多的房屋倒塌 多輛汽車也被磚瓦給砸中 不能想像地牛翻身有多麼的厲害 另外有教堂建築物損毀 牆壁出現大大的裂痕 而強大的威夷裡 連首都馬尼納也明顯感受到搖晃